林心如或建华 林心如或建华也认识了好多年 只不过之前一直都是好友 直到两人合作了轻视王妃 但有意思的是 他们在戏里面不是官配 而是爱而不得的关系 霍建华饰演的刘连成 对林心如扮演的马富雅一见钟情 马富雅对他却没有男女之事 刘连成却因为单方面的爱情付出了一切 爱江山更爱美人 最后还因为为女主党剑领了盒饭 很多剧粉也因为刘连成的深情站稳 这对CP 轻视王妃李刘连成 马富雅虽然是悲剧收场 但戏外的霍建华 林心如也因为这部戏 对彼此有进一步的了解 最终才成为一对恩爱的明星夫妻 唐烟裸进 唐烟作为85花的顶流之一 人气国民度一直很高 也合作过很多男演员 但经历过邱泽的情伤之后 他对殷戏生情这件事好像不怎么感冒 如果不是罗进的痴情与坚持 唐烟估计也不会嫁给他 罗进和唐烟合作过很多部戏 比如乱世家人X女特工克拉恋人 但一直都是友情之上恋人未满 直到2016年播出的锦绣卫央才是两人的定情之作 当然CP粉肯定很高兴了 因为锦绣卫央的结局也是非常虐的 罗进的拓拔骏英年早逝 唐烟的李卫央成为了扶持幼儿上位的孤独太后 没想到戏外罗进却能成功突破唐烟的新门 爆得美人归 吴奇隆刘诗诗 吴奇隆比刘诗诗大了将近17岁 也就是说 当吴奇隆差不多高中毕业时 刘诗诗也才出生 任谁也没想到两人会假戏真作 尤其是吴奇隆还是二婚 当红小花刘诗诗不至于想不通 然而爱情来了 年龄都不是问题 两人合作对两人的事业都非常重要的步步惊心 戏里毕的四爷和若曦 戏外却走到了一起 而且还结婚生子了 在婚礼上 吴奇隆激动得不能自已 一个大男人却哭得泪流满面 任谁都能看出 这么年少成名却背负太多家庭重任的偶像 是真得很爱刘诗诗 而刘诗诗产后付出的状态 也在向观众证明了他没嫁错人 说实话 在众多已婚已遇的85花里 刘诗诗付出的状态 真的是最好的 甚至比结婚前变得更加自信 神采飞扬 眼里有着幸福的光 而吴奇隆也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他喜爱的工作 无论是暂别影视圈搞设计 还是如今的重回娱乐圈 总而言之 因戏生情的明星情侣不少 但是戏里必 戏外喜结连里 生活幸福美满的明星夫妻却不多 以上这四对算是圈内的代表性人物了 真的要是有发生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